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价格在25万至27万左右区间的一套比较低价的投资房 然后这个社区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我推荐这个小区的最大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这个小区是离288高速公路非常的近 如果你想买一个低价投资房的话 一定要掌握两个最基本的原则 一是离主路特别近 二就是一定要有占地 然后我们这样一进来就看到这个房 有人在看房 然后我们过来之后呢 这个房间是一个储藏间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两个车库 但是它现在是做成了办公室 一打开就会有一个智能的一个语音系统 这也是这个建商送的一个特点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呢 就看得到它这个客厅 然后客厅的旁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厨房啊 然后餐厅 这个建商是一个比较大的建商 然后它选择的位置都是一个还比较好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离288高速公路特别近 288高速公路就是休斯顿的一条 非常主干线的高速公路 它是从市中心通向休斯顿的正南部的一个高速公路 而且288高速公路也是去医学中心 就是MD Anderson医学中心的一条高速公路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漱尖 然后淋浴间 这个样板间是没有浴缸的 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做浴缸的 浴缸可以选装做上 也可以像它一样这样没有浴缸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淋浴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如果要浴缸的话那这儿就是淋浴间 然后现在淋浴间的位置就是浴缸 这就是一楼的一个感觉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房子 如果我们要说这个房子的学校很好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很好的学区的学区房 但是非常好投资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看 一到了二楼之后 我先看到的就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二楼的一个洗手间 这个房子是两个半洗手间的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一个game room 然后再往这边走是这个房子的第二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的面积还是蛮大的 所以居住空间感还是很好的 虽然房子总面积不是很大 只有两千多尺 但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两个卧室 这其中的一个卧室 你看它每个卧室的面积都很规矩 因为每个房子的床 卧室的床都是queen的床 然后这个卧室是比较小的 建商有的时候很有心机 他把小的卧室就放一张小床 然后你觉得这个卧室也不是特别小 其实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卧室就有点小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了 院子我们就不去看了 因为样板间的院子是没有代表性的 因为你买的这个房子 有可能院子大 也有可能院子小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房子 如果您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这个房子位置非常好 它在288高速公路的旁边 所以它上高速公路就是一分钟就上高速 然后它离休斯顿的动物园 基本上是13分钟的车程 非常的近 也很方便 如果说其他的地方 比如休斯顿的Uptown Gallaria 这个非常大的商场的话 也就只有17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然后如果看它离休斯顿的 Andy Anderson医学中心的距离的话 那就非常那就更好了 它离Andy Anderson医学中心的距离 只有11分钟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